丁锡发师问他你能做什么 他发心在戒期当中照顾病人 这个工作也很重要 戒期当中伤风感冒 小毛病需要人照顾 他来伺候 住了两个星期 他又去找谭老 丁锡发师也在旁边 他向谭老告将 他说他要走了 谭老非常有心修养 很慈悲 你由事情走 他路则怪 丁锡发师在旁边 听了就沉不住气了 你发心到这个地方来 照顾病人 才两个星期 传戒大概才两个月的样子 最低限度要到戒期圆满 你才能走啊 你怎么这么没有耐心 责备他 结果他就说了 他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 他说我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这两位老婆上看到了 这紧张了 这个不是普通事情了 就问他 哪一天去啊 他说大概不出半个月 这预行来告假 不出半个月 而且请求定锡发师 给他准备 两百斤 劈柴 就是柴火 准备往生之后 火化用 这常驻都答应他了 到了第二天呢 他又找老婆上 他说什么事啊 这老婆子 我今天就要走了 赶紧给他在寺庙后面 找一个房子 临时大一个铺 他盘腿坐在上面